第五人格五周年时装返场投票的最后一天了 来看一下都有哪十款皮肤将会参与返场吧 来看一下最后一天的投票情况 好像和第一天的投票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名艳势 小九世的海人特条 然后今夜不在怪鸟 ACE 鲜鹤夜兰香 第六名目前和第七名差了 二十百千万 十万票呢 按照这个情况来看 应该是追不上了 不过还有机会啊 大家别放弃啊 我觉得夜兰香会返场嘛 有但是望穿度人是直接返场的 那这样的话 捷克就有两个精品可以供大家选择了 这样的话对捷克玩家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和诱惑 精华时装这边有 囚徒和小女孩将会参与直接返场啊 这样的话 目前来看就这八款皮肤会直接返场了 还有呢 那就是有两个额外的返场的名额 那比如一生的流营 速散之文的寒霜 以及捷克的深夜伯爵 按照这个投票规则来看是 前两次都参与了时装返场投票 但是没有返场的 今年会直接返场 我记得韩霜是不是之前返场过呀 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他们几个都有返场过 我现在有点模糊 我到现在没有搞懂这个额外机会到底是怎么去评判的 那今天也是投票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等到过两天咱们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投票的结果了 讲真的 心理学家的长夜没有返场 我还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整体来看这个投票的结果也是蛮不错的 有很多的一些时装可供的选择 所以这次的投票结果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你都给谁投票了呢 在视频下方下几个项吧 如果真的是这十款皮肤返场的话 这里面你最希望直接拿下谁呢 那感谢关注其实呢 好祝大家五周年快乐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